也的确很多消费者真的只能够耗这个包装上的标签资讯来判断这个成分到底安不安全 而绿色和平组织也调查了国内六大超市量饭店 认为不少店家做的就不够好 其中全联没有提供农药把关资讯 给消费者的评鉴感受也最差 被列为倒数第一名 不过刚刚研览流通教父徐崇仁出任总裁的全联 也展现了快速的危机处理能力 马上就召开记者会反驳 认为只是不想参加调查 就被认为是最后一名反批绿色和平的检验方法 不严谨 一包包刚从产地直送的新鲜蔬菜 工作人员忙着摆到架上 上头还清楚印游产地履历供民众参考 但是绿色和平针对国内六大超市量饭店 抽检农药标示与管控状况 结果认为全联因为没有提供相关的农药管控资讯 执行力被列为最差 松青大润发紧追在后 他完全不愿意公开 那我们认为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方式 应该是要不管做的好不好 多不多都应该要公开他的这些农药管理的这些措施 让民众一起来监督他 而由消费者实际走访卖场考察的结果 全联同样倒数第一 两项最差都榜上有名 全联赶紧出面澄清 强调绿色和平说的资讯不透明 产地标示不明确 他们都有做到 去年填了问卷 觉得这种评比方法不公平 今年不愿意再填就被贴上标签 说没有农药管控措施很冤枉 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问卷 短短只有几张 那有的是勾悬 那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内容 没有办法足够的呈现 我们做了多少努力 不管是农药 或是在有机各方面 我们都做到一个最安全 全联表示该做的农药管控 他们统统都有做 同时还秀出蔬菜外包装的产地履历 并非像指控说的没有政策 希望绿色和平的检验 能再严谨一点还他们一个公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